看看地里还都有些什么菜呢 基本都空了 茄子也都打蔫了 昨天晚上就是双冻 韭菜都没了 大家好 我是吴丁阿姨 今天是10月5号下午 看看吴丁阿姨都穿上什么衣服了呢 穿上小保重坎件 现在的水外温度应该是6到7度 我今天主要是给大伙看一下我家的深秋的后院 昨天晚上已经到了双冻 鼠根呢把菜都盖上了塑料布 看见后边两个黑桶吗 今天我主要计算这个黑桶 在8月27、8号 鼠根从里边移出了什么呢 这是鼠根种的羊姜 也是今年第一次 我们看看今年的羊姜收获有多少呢 花盆里头的 这也是羊姜 羊姜个头谁说不大呢 第一次做 这是鼠根今年第一次种朋友给的 尝尝从来没吃 这东西看里边一点就都 就长了 我记得小时候看我们那个楼上的也可能小时候感觉什么东西都大 就跟那个普通的姜大小一样 这都不敢留牙子 这牙子一旦留里边就串着满地都是 不是种的不行 是咱本事之道 人家好多人在花盆里种 人家种的在野地一边种的 这是北美土生土长的 咱还种的 你决定吗 你上回吃你感觉好吃吗 我没感觉出来好吃 没感觉不好吃 对就没味儿根本就是没味儿 做成咸菜腌上了 腌完这就留着喝西饭 对 就跟小萝卜一样 嗯 你紧得多点 这么低材 这就得埋地里边 这是贴桶里头的 也拿出来了 稍微多点 是有贴桶的土多呀 贴桶土稍微肥点 这东西收入力太强了 你想重视它不好好俩 你想重视它们遍地都是 另外土里边确实不适合多人气发展 土里边 土里边种什么都长得 土里边种什么都长得不好 土里边种什么都长得不好 山又不吃肥 你搁花盆里边不觉得文工专业吗 土里边 despicable 水了就马上就长了 今年我家自种的羊姜收获就这些 薯瓜给洗干净之后 我上网上去看了看如何做酱咸菜 做一把事 但是我已经没有信心了 说明年不种了 要改种百合 让我们家的羊姜 也得像北京的地葫芦 两个铁桶 外加一个大花盆 样式和颜色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今天天气不错 气温不高 有风晒亮 羊姜是最好的时候 我给它盖了一个防虫罩 看看现在怎么样了 打开 应该就算干了 行了吗 挺好 那就拿进去给端进去 还没藏着还没下咋 等着下完点 人家吃不还能有点蛋白质吗 是 那叫什么肉 人家南方起个好听 叫什么肉 肉牙 咱也不会做酱汤 我就放了香叶八角 还有桂皮 酱油 煮开之后亮脸 找了一个大口径的瓶子 海北薯博嘲笑 这么点羊姜 用这么大的名气 我也不懂做酱菜的步骤 既然找了一个不锈钢盆 先浸泡羊姜 最后一个步骤 放入瓶子 好了 开始慢慢的腌制 8月30号 我腌制的羊姜 整整一个月了 看看它的味道又融合了 我快去了 切着看看 里边腌透了吗 手搁尝了一下 它感觉味道还可以 有点像北京腌制的小酱菜 它说口感有点类似北京小酱瓜 以及小地葫芦 中文字幕志愿者 神热